我看一下吗 有吗 我看都啥样了 有人警惕地看了看周围 一把拉克拉链 向男人展示自己珍藏的蝶片 可男人看似在挑蝶片 实则是在缠他的身子 王桂香最倘若这种顾客 他一把拉舌拉链表示不卖了 他虽然穷 但也坚决不以色使人 好在下一个顾客稍微正常一些 只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原本81张的盗版光碟 无奈只能以骑水源成交 可记得对方正要掏钱时 巡逻敌警却突然想起 滚香急忙抢护前 抱起孩子撒腿就跑 像这样惊心动魄的日子 对于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王桂香与丈夫陈庚 怀着发财梦 从鬼捉老家来的北京闯荡 可三年过去 他们依然住在陈中村 陈庚更是变得好吃懒做 整日卧在出租屋里打牌 全家却靠贵家卖盗版光碟尾声 为了掩人耳目 他出门前会诉用邻居家的孩子 不仅可以给自己打掩护 还能让客人不忍心砍价 更重要的是 其实被巡警抓到